由唐基督教俊美王健康學校 星期二將由新的辦學團體 旅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接辦 原本的辦學團體俊美機構 派貨車到學校運走一百二十多項物資 校監梁淑貞並沒有露面 由工人拆走校內的電視機 連同部分電腦和影音器材一起搬上貨車運走